包括阿福哥的分享 還有柏晨跟媽媽 以及城隍跟辛悠 還有兩個小孩的分享 應該都很感動 我們做對了事情 要把它能夠做得更好 那也能夠擴大 那再怎麼樣去籌措更多的資源 大家來整合服務更多的人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跨部會 跨城市 也跨中央跟地方政府 還有跨政府跟民間團體 以這種公司協力夥伴關係 一起來推動這個大家很感動的政策 那我當交通部長我就在想 其實我們歷屆的交通部 市長都做得很好 還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再加上去的 所以我就想到了人本交通 這四個字 那顧名思義 人本當然以人為本 那我也把交通部 把它定位是全國最大的服務業 交通不只是這個公共工程的建設 或是建立 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最高品質的服務 因為跟人民生活最有關的 我們講這個十一住行 或觀光我們會說時速有夠行 沒有行就通通不行 那剛剛同仁也提到 包括我們運輸所長特別提到 其實我們有一本書是 交通運輸政策的白皮書 也是我們運輸所寫的 邀集很多學者專家 2020我們是打算十年出一版 那我在想說用這個白皮書太硬了 我就想說 這到底我們這個政策白皮書 有沒有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我就想到了 在古希臘的這個字裡面 其實交通就是感動 同一個字叫做Coinonia 如果是有這個比較上教會的 大家知道團氣也是類似這個字 所以我就想說交通就是交流跟溝通 交通是因為互動而感動 那當然這不會是一句口號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整理說 以人為本的服務是什麼 其實交通部不只做我們今天看到的 預約是通用計程車 這一個專案計畫 還包括幸福巴士 小黃公車 甚至鋪鋪共城 我們當然有很多的這個 富康巴士 怎麼樣能夠結合 那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以人為本的時候 不是我政府要做什麼 是人民需要什麼 不是政府單位 包括部會或是中央地方 本位主義 而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這一些政策 業務 還有相關的預算資源 都把它整合起來 之後我們怎麼樣提供最好的服務 那其實經過這一年多來 很多的政策都到達最後一里路 如果沒有最後一里路服務到人 我們好多的建設 很多的鐵公路 我們有非常多的大眾運輸 都是考慮到說 它的效益 多少人做 我不只跟運輸所講 陸正師 我們公路總局 我都在講說 這個效益 你花一點錢 我們這個 尤其公路總局 錢很多 他發現說 現在去做 瀑布共城 到屏東 台東 花蓮 到深山 海邊 很受歡迎 旭海阿伯的故事 就是說 這個就是很感動 這資源分配 我們不能夠這個社會裡面 有少數的 也許5% 10% 比較行動不便的人 我們就說資源投在這裡 不符合成本效益 我們的算盤要顛倒想 你再多服務一個人 這是以前服務不到的 這個就是 真的是 我們就有存在的意義 那盡量去找到這一些 過去啊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進入到 我們政府服務系統 我們顛倒過來 我們以同理心 換位思考 那去針對這一些人 其實 這一些人就是天使 他使得我們發現說 政府啊 的存在 雖然講說啊 就是 代表一種 社會公平爭議 但往往不是如此 所以 必須要透過你們的經驗 來告訴我們 我們還哪裡做得不足 所以我們給這些天使們 一個掌聲 因為有他們 有你們的存在 才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還可以更好 那 確實剛剛提到的很多的問題 我想不管是 我們蔡振士 還有我們檢署長 以及我們漢健疾病 我們的這個 綠先姐 他們都叫你姐 是不是 陳大恩姐 陳姐就好了 他提到的 我有聽到 你也可以跟我約會 沒有問題 我們有工作坊 我們那個瀑布工程 甚至我們現在交通部的事業單位 很多人想捐款 我都叫他們說 你們就到服務最後一頂路 所以那個華航跟長龍還有什麼 楊明他們接受我們的這個 這一次疫情 有紓困的一些措施 他們有個公益條款 我說你們就一個公司五百萬 去服務 鋪鋪工程 一個鄉鎮是這一百萬一年 那當然我認為說今天在做的事情 我們要結合四個東西 才能讓到服務真的到位 人、車、路跟科技 尤其是資通訊的科技 現在進入了智慧交通的時代 叫Smart Mobility 其實智慧就是聰明 怎麼樣去用這個資訊 那當然特約車 我們怎麼樣給大家應該有的 剛剛講說是權益也是生意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產業 是一個社會投資型的產業 我今天也特別感謝四個直轄市 雙北、桃園跟台中 特別台中我也很有感 因為我以前在那邊的服務 每次書院長一提多多小黃公司 都提台中 現在幸福巴士也在做 那瀑布共存需要也導入 其實有一些敬老愛心卡 那一些卡怎麼樣能夠 跟公共運輸結合 以前計程車比較不算公共運輸 可用的都拿來用 我請我們這個陸政司 跟公路總局去研究 在偏鄉真的沒有計程車 那那個時候有些租賃車 能不能把它稍微 這個經過一定的程序 給它稍微證明 那車子安全稍微檢查一下 它在最後的一里路的通學 這個就學就醫 或就業的最後一里路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些 各種的交通工具 不可能都是大量的公車巴士 人路都沒有開不進去 所以人車路跟科技 尤其是資訊的整合 然後透過我們現在 走過都是大數據 這些會回饋給我們未來提供更好的服務 所以我們的這個預約的這個專線 行動的APP 我看張學孔老師一直點頭 ITS把它用進來 就可以Be Smart 就可以有這個Smart Mobility 聰明用路的意思 因為這個事現在有點敏感 就是Smart Mobility的意思 我其實最重要的要講 那個掌握資訊 就可以知道怎麼樣 我們能夠最好的這個移動 那最後就是說 所有的資源整合 剛剛講過的 我會跟教育部 會福部 至少這三個部會是最重要 我們盤點一下政府的資源 反正各自都在做 搞不好加在一起做 會有加成效應 不然有時候要做好事 還不知道怎麼做 像這一個富康巴士 好多的這些什麼四大社團 這些都在捐富康巴士 但是都沒有司機 未來的營運怎麼辦 哪些NGO 或剛剛談到的這個社會企業 今天特別感謝 包括眾社會企業 漢民科技 當然漢建基金會等 其實你們在做最後的那個連結 這是第三部門 其實很重要 但不能只是付出 它要能夠有形成一個 這一個善的循環 一定要有工作 收入 要有辦法維繫 說不定很多年輕人 他們就在這個最後一里路跟偏鄉 服務我們 那那些年輕人留在故鄉 或在偏鄉的時候 我們整個老少都有人照顧 其實我們的地方創生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以人為主 然後導入到那邊 有工作機會 然後我們的那個社區就會活起來 所以我們交通部 教育部跟衛福部 不只是這個通用計程車 這個預約的制度 我相信我們在行的人權 這個部分 應該我們還可以 變成這個鐵三角的關係 我們會後續 其實可以用工作坊的方式 參考瀑布工程 那把這個部分擴大到六都以外 還包括一些縣市 那資源怎麼樣整合政府的民間的 其實政府如果號召這個 我就覺得非常多的 這一些民間的企業團體 其實他們的就是CSR 都可以跟這個有關 我們看是不是溝通一下 類似來贊助這個的 除了政府的預算以外 能夠CSR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給他加分加多一點 讓我們這些 比較有行動不便的 身上的這些朋友們 他不需要 就是付太多的這個代價 也能夠享受到 其實應該有的交通人權 好 謝謝大家